好可怕 啊 被拉回家了 吃 吃裡吃 呃 好小喔 但人好大喔 啊 這是一些異... 喔 這是一個異空間 然後有每一個不一樣的回憶的時間段 看起來像是這樣子喔 所以我們會不會是要去每一個時間段 然後去改變一些什麼東西嗎 是嗎 這 這裡是哪裡啊 大車在哪 為什麼我 欸 什麼都想不起來 總之 到處走走看吧 好 走走走走走 欸 這裡 欸 欸 喔 是可以直接這樣過 喔 懂懂懂 你是哪裡來的孩子啊 喔 就算想幫你檢查看看 也不知道名字 尊上腦節呢 喔 喔 OK OK 欸 阿立夏啊 欸 你說什麼 你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啊 真是 至少要讓我知道名字跟姓氏才行喔 欸 阿座河村喔 有了真正的釣魚師傅在 欸 那人喔 還在小學時候 就釣到了阿座河湖的湖中之王 啊 紀念喔 沒有寫暑假作業喔 啊該怎麼說 有著搖滾的鯛魚軍神啊 啊 好像也當過法師大人 啊 簡直又是神啊 釣魚之神 欸 欸 啊 我覺得喔 你心裡喔 有跟我師父一樣的氛圍耶 啊 敢說你是 三位女兒 啊 我是法師大人的女兒 啊 果然啦 你自己成了偉大的精神 欸 這樣你就一位神奇小姐耶 啊 希望你喔 努必成了一名傳說中的釣魚名人啊 欸 欸 神奇 法師大人 神奇 啊 所以所以 okok 所以我可以報上我的名字喔 艾莉莎 欸 等一下 欸 所以就就 古董鐘 欸 等一下 古董鐘 不就是一開始他房間那個鐘嗎 這邊是沒有地方可以去的 神奇 啊 這樣啊 你是神奇靜音樂的孫女啊 是又頑皮 又腸動出那些小傷口 充滿活力的小女孩啊 連感冒也不會患上 精神十足 和那小子完全相反 他爸 媽 小女孩 這一次 雖然有點不太一樣 但很像史料館 好環尿 我感覺外面好像有蛇蟋傳來 從門外傳來 哭泣聲 哼哼哼哼 那... 那個 你為什麼在哭? 啊...嗯...嗯... 你一個人在這裡嗎? 嗯...嗯... 那個...不...不能一個人待在這裡 下雨天出門很危險的喔 我們爸爸是這麼說的 喂... 如果你迷路就來我家吧 你該不會很害怕 阿鳳馨啦 我不是鬼嗎不是妖怪啦 沒有關係 不會被罵 如果會被罵的話 我會陪你一起被罵 所以沒關係 和你約好了 這個不知道到底是獅姿小時候還是她... 媽媽... 這應該是她小時候沒錯 現在的渣 總覺得跟十二萬有點像呢 連在雨中遇到的那個孩子 好像也在哪裡看過 可是想不起來 在那之後 你的媽媽 帶了那小子來檢守 明明還在發燒 卻好像在雨中你的路 那孩子的媽媽 那時 剛過世不久 檢查的時候也感到很不安 一直在發抖 所以一直握著你的手 然後你就說要溫柔點 因為醫生你的臉長得很可怕 邊說邊用著很銳利的眼神盯著我 老夫和你的媽媽 都忍笑忍得很辛苦 神奇獅子 你是住在那個宅裡的女孩 這個是屬於你的東西喔 收下十種零件 喔 所以真的是失憶 真的是失憶 難怪他前面就有一種失憶的 就是失憶的那個啊 使用 似乎修理了一點時鐘扭曲 但是仍然屬於扭曲的狀態 所以應該有點不一樣 應該有點不一樣 我們應該可以去更遠的地方 來丟阿力 是隻小姐嗎 呃 你看起來很盲視的 總是到處奔波 所以有我的時候也是怪怪的 稍微停下腳步 回顧一下窗圈也不錯喔 你在說著父母的事情 是總給人很焦慮的感覺 但我認為 過去的事情 也是為了能一步一步 彈籃面對自己的存在的喔 就這樣消失了 哇靠 這麼多線啊 我覺得現在是串其他回憶的時候 說到假喔 我也只是一個不中用的人啊 從以前開始 總會跟著石藝翔的人到處走 也有笨 大家也有做什麼事都不會 為離開村子 是因為 覺得能改變這樣的自己 布子 布子你在哪裡啊 布子 我說你知道布子 拜託啊 讓我見見布子 雖然我每天做出改變 但卻只有布子 我是真的很珍惜他 好 果然是一個 一個沒有用的八九 阿嬤喔 又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跑去哪裡顯晃 但是我老了以後也會像阿嬤那樣吧 我和奶奶喔 都是這個村子出生跟長大的啊 不過至少不要變得 好像屍入口那個大叔一樣 桌子的同學在哪裡 得告訴那個孩子現實才行 我可不要再次見紙 就 對 就像那傢伙那個手一樣 他說是徐赫吧 斯嘎 斯嘎 阿嬤阿嬤 我本來是說要去醫生那裡的 這裡是哪裡啊 家裡的人跟孫子都不可靠 真讓人擔心 唉呀 好可愛的小姑娘 你怎麼會在這種地方 你的爸爸媽媽在哪裡啊 我覺得 小姑娘 你得被好好的對待才行 什麼 這不是小綠嗎 真的很謝謝你總是向我搭話 能和溫柔的小綠在一起 感覺好開心啊 這個應該是她的媽媽啦 媽媽 不是她的 對小綠說的是她的媽媽 什麼 果然來了嗎 老太婆還是一樣迷迷糊糊 可是她其實是想跟人聊天 才會走來走去的不是嗎 小綠阿 謝謝你 小綠 對不起 你總是 你總是願意照顧 我卻沒有辦法問你做些什麼 那孩子的回憶 被那孩子愛著的記憶 死去這前步一定很痛苦吧 死去 對對對對對 我現在對 好啦 趕快趕上手班車吧 再再不會遇上任何人的時間出發才行 也是呢 好啦四隻 該走囉 小綠 沒本婆婆 小綠阿 怎麼會變成這樣 小綠為什麼 喂 喂 綠 親愛的 沒事的 沒本婆婆 我們只是想要出門走一趟而已 別殺那種謊 小綠 哇 以前也被森林引誘過 所以我懂的 很難受了吧 小綠 很難受了吧 但是為什麼 啊 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很難受吧 這是在這個村子裡 無論如何都得保密的事 太可憐了小綠 為了這個孩子 沒關係的小綠 幼小的孩子 本來就會渴望著父母 無論幾次 多少次 都會愛著你們的 如果是血脈相連的孩子的話 就更會如此了 不要哭喔小綠 對小綠你們來說 最幸福的事 就是這個孩子的笑容 這孩子 一定會變回原本那個溫柔又健康的孩子 你看 怎麼跟小綠真相 還跟他爸爸一樣健康 畢竟是你們的小孩 要好好的照顧他 天啊 所以當初真的是因為 那座橋是從水號館下方 在道路的那個地方 啊對了 那天早上 我和爸爸媽媽一起走過的那座橋 然後遇見了老婆婆 但是 為什麼媽媽會哭呢 哎呀仔細看看你的話 這不是小綠的孩子嗎 這樣啊 這樣啊 那麼 這個是 小姑娘你的東西囉 收下時鐘的零件 開始在回憶起耶 開始在揭開阿座河村 阿座湖村 使用 Go 修復 修復 欸時鐘的扭曲似乎被修復了 但是仍然不像時鐘 沒關係 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去呢 欸好 這裡 那我們要走啊 左邊 左上跟左都還沒走 我在守護這個村子啊 我連自己的事情都不清楚的家夥 我才不會讓他通過這裡呢 喔 喔 喔 布子 布子出現 媽媽不見了 哇小朋友真的很難學耶 要媽媽不見了 這個是正態 大姊姊 你的媽媽也不見了嗎 爸爸也不見了嗎 呵呵 這樣啊 大姊姊一定很寂寞吧 但是也不能一直一直哭喔 哭的話 或是覺得難過的話 小布的爸爸 叫黑戴車困難的表情 如果說了好多 對不起 好這下一次我再學 我下一次再把小朋友聲音再學一下 我先 今天先正常喔 小朋友聲音太難學了 會露出痛苦的表情 所以啊 一直道歉是不可以的唷 爸爸說啊 他是希望小布 能夠笑嘻嘻的 所以才會生氣氣的 你的爸爸在叫你喔 喔對我在跟他講 我再跟他講 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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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OK 這裡這裡這裡 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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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布子 雖然我覺得 應該是跨北竄了 但是喔 我是非常愛惜布子 也非常擔心她 畢竟她是我最重要的女兒啊 最近 師師常常跟那個孩子一起玩 今天好像也是約好要一起去玩了 嗯 這樣沒關係嗎 也是呢 師師這孩子 稍微也有點調皮呢 不對 我不是說那個 我們家 不是不太讓學齡前的兒童到外面走動嗎 而且那個孩子的家族還是 是 沒關係的 那孩子 比師師還要乖 不會做出善知 跑進生了你的事 而且 師師對她來說還比較危險吧 之前好像還把那個孩子弄哭了 在她出去玩之前 雷好好說她一番才行 你在生氣嗎 啊 師師 你在那邊偷聽嗎 小燕啊 我不想背嘛 那師師今天要陪爸爸玩嗎 再跟那個是兩個回事吧 那 我會把她弄哭了 可以去玩嗎 好吧 但是我還是有點擔心 你和爸爸很像 稍微有點亂來 要是你出了什麼事 媽媽和爸爸都會哭的喔 可是 如果不能和叉叉一起玩的話 我說不定也會哭 啊 呵呵 唉 真的啊你沒辦法 師師如果要出去玩的話 絕對不能跑進森林裡喔 特別是 跟那個孩子一起玩的時候 不要太勉強喔 畢竟你很拿來自棄嘛 那個孩子 很溫柔 不可以做太亂來的事情 把他弄哭喔 好 我不會棄生你 也不會把他弄哭的 感覺應該是在說虛惑 我覺得應該就是虛惑 因為你看那個頭髮尖尖出來的啊 叉叉對戰遊戲 防護罩 但是之後要跟我玩對戰遊戲喔 好 小事 小吃耶 他叫小吃耶 我覺得一定是 一定是 絕對是 和年輕時的爸爸媽媽說話 和不認識的男生一起玩 我明明不記得那種事情 我只要布子平安體無事 我就滿足了啦 我不像你那麼勇氣啊 還是一個不可靠的傢伙 雖然說我只是會嘴巴說說我沒用的父親 那時候確實這麼想 是真的 以前啊 我根本不會有這種想法 布子是在養育上令人非常頭痛的孩子 但是我想要好好的將布子養大成人 讓他結婚獲得幸福 是有各方面做的不好 但只有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到 謝謝你找到布子 啊對了 這個是你的東西 好 始終有零件 OKOK 然後還原之後 再到左上找那個阿伯 我讓我們過去的阿伯 OK 時鐘裝上了表面 像個時鐘 但是重要的還是不夠 我們沒有那個指針阿 我要在守護這個村 這 好 那我再猜左邊上去應該還有路 他這裡擋住我這條路 所以他應該要跟他講吧 呃我看一下阿 十字路口的大書 我們不是說望月巡景嗎 欸 短街路上的人 稍等我一下我就跟他說說 欸 不然是要起點亮開喔 然後被趕走 啊 我知道啦 但是有人覺得很困擾阿 你說是阿 是要你們這種村外來的人 說的話鬼才會聽 我才不會讓你偷過來 我是問問著愛著全村村民的人 啊 不是啦 這段事情你不講 誰都不會察覺到阿 呃阿 結果一個人會有點困難耶 什麼意思 只有他一個人他覺得很困難 所以還要再找其他人 來幫忙站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他離開了我應該可以上去才對阿 阿小左 那討厭怎麼可以過來這裡呢 不行你真的是太不可抗了啦 先說喔 我還不會做些什麼喔 大姐姐無論如何都很困難的話再跟我說吧 因為不到那種情況大姐姐會向我求救吧 先說喔 喔 好好好 所以現在還不是還不是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才可以叫小左 阿你們可以來幫我忙嗎 阿對對對 嘿 阿真是的 我是消防隊的人 也算是公務員吧 只能去一趟囉 你看嘛 我可是青年團的年輕王牌呢 好 多找幾個人來幫忙 實際上我連工作都沒有辦法持下去 還讓老婆跑了 就只是成為了一個沒有用大人 但是阿 我想好把我不只講大成人 阿OKOK 你沒有要幫忙就不要說那麼多會話了 好 讚 欸大叔沒事啦 你就讓他過阿 可是我怎麼可以讓外面的人逃過 好了啦 好了啦 而且這個女孩子 是村裡的人呢 應該 應該說以前是啦 什麼 那是這樣阿 那倒是你早一點說嘛 那就算是以前村子的人 也是村子的人阿 以村子的人口問題喔 來說 我也是超級歡迎的啦 欸 就不能稍微把我當作村子裡的人 看待一下嗎 欸外面的男人 只會把村裡的姑娘娶回家了 阿不行我不准 欸你阿 真的有這麼愛著村子嗎 好 首先 ultimately 全開 全部解開 不錯啦還不錯啦 你算是 但是我對於挑脫村裡� telan 嘲辛子 非常不再好 所以我以前都覺得你阿 還有那個傢伙阿 有點難對付 我不算這種思考阿 第四個 這個果然 之前爸爸也說過了 而且那個傢伙之前一直聽著分離的方向 神奇也是有一點 因為跟那種傢伙還不但就不能說神奇會話 但是也是神奇耶 小媽自己一個人在外面走真是稀奇耶 今天居然沒有跟那個傢伙一起吧 我記得要去叉叉這裡接他 那那個傢伙這樣需要你還是接他了嗎 這是個愛哭鬼單是要滾 你們不可以說這種話 旁邊那兩個人之前還不是曬跑跑輸我就哭了呢 這沒有哭的 對你有哭吧 喔來來來來 虛赫 跑輸就哭 啊虛赫你已經走來這了 我大膽猜測他就是虛赫 抱歉大膽猜測他就是虛赫 大膽猜測 沒關係啦 喂喂 就算那傢伙 就算上這傢伙來賽跑決勝負吧 那傢伙一定跑不快的 來賽跑啊來賽跑啊 怎麼啦害怕最後一名嗎 慢烏龜 什麼了啦以前的事就別說了吧 喂叉叉 什麼啦那個傢伙跑得也太快了吧 果然你才是慢烏龜吧 欸我猜在下面 沒有沒有在這裡 真是的你突然跑掉嚇到我了啦 欸那傢伙對叉叉你一直都那種態度嗎 下次給他們一群就好啦 不行啦 因為我今天我是特地去跑去接叉叉 想說要讓你安心一點的 叉叉你偶爾啊 到我家的時候會露出終於安心下來的表情 我覺得你一定是稍微有點害怕才會救藥的 糟糕 配錯配錯性別了 小孩子會聽到從這個森林中傳來奇怪的聲音對吧 雖然我是沒聽過啦 但是少少也聽得到對吧 所以我想你一個人可能會害怕所以才 謝謝你 不客氣喔 小屍 你出門的時候有跟家裡的人說吧 是桃桃出來的喔 是桃桃出來的喔 叉叉你也是要幫我保密喔 那那就用帥跑來決定 如果我贏的話你就要保密喔 預備開跑 哇哇他也太快了吧 那個叉叉真的很快 OKOK 好好好 對了 我以前確實在阿座有在阿座河村到處跑來跑去 甚至上小學後 我發現原來自己跑這麼快 哇在這個村子裡賽跑幾乎沒有試過呢 為什麼我會忘記呢 而且 比我跑得快的他 到底是 就是蘇嘎 我在這個世界上有著無法理解事和無法改變的事情 這樣保持下去難道不可以嗎 我啊 覺得就這樣下去也沒有問題喔 因為我目前為止 甚至是今後為止 我都還會是我 就算變成中年人老年人 我也一定會是這個村子裡的王牌 繼續解決村子裡大小事 我看你滿適合選村長 說實在的 要不考慮當村長 競選村長 我看你應該是不會有什麼競爭對手 考慮一下吧 使用 適中的表面中上秒針 但是沒有發出滴答滴答聲 似乎還是不會動 嗯 好這裡已經沒有路了 然後左上 有了有了 你是誰啊 不要擅自進來 不認識我們的人 我是不會讓他們進來的 這是小朋友吧 對不對 哦 好 好好好 是小朋友 小左 我還不會做些什麼 呃 我想一下齁 所以還是他們嗎 等一下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可以可以 應該是你老 老師 對 欸對對對對對 蛤 好好好 站站站站 因為17老師的出現 他才會讓開啊 欸大姐姐 為什麼你還在試圖解決我的問題啊 大姐姐真的是很固執欸 而且 是個頑固鬼 和管理員半斤八兩 我和望月行警 還沒有你們那麼固執欸 大家都很堅強 特別是比那邊的教育史以身強 知道的話就趕快帶他回去啦 欸 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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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那那就是帶到左上嗎 這不是變成大人的玉字嗎 原來是變成大人的我 喔 怎樣 你怎麼把 你怎麼帶我來這裡 神奇失智 這家伙是神奇失智 這假是神奇失智 這家伙是神奇失智 啊那那家伙咧 愛哭鬼膽小鬼沒有媽媽的 夠啊 好慢啊明明今天也約好一起玩 膽小鬼不是叫你趕快走 別只會哭 說話啊 那該不會 那些家伙又把叉叉帶到森林路口去了 喔 喔 他們小時候就是都是一群的 你這個傢伙明明就跟一些鬼一樣 居然不敢進去森林裡嗎 膽小鬼 愛哭鬼 沒有媽媽的孩子 說不定你媽媽真的森林裡面喔 對啊對啊對啊 你知道嗎 紫獸鬼其實也是個媽媽喔 因為他想當媽媽了 所以找了很多小孩 你看說不定他會願意當你的媽媽喔 喔 又在哭了 什麼啊神奇 怎麼又是你啊 那種傢伙就被管他們了 趕快 趕快來一起玩吧 欸等一下啦 誰說你可以擅自回去的 為什麼 你這個傢伙老是妨礙我們太自以為是了吧 總是跟這種一個性陰層的傢伙一起玩 你的腦袋會有問題喔 也不太會說話 又是個沒媽的孩子 這種傢伙只是待在那裡 就讓人家覺得不舒服了 喔 讚啦 讚啦 你怎麼可以說這麼過分的話 比起你們叉叉才是最 最乖的孩子 可惡見個打我喔 你這個暴力母猩猩 你們這種 你們這種傢伙才是愛欺負人的老鼠啦 讚 一來一往 給你一拳 他不管你們了 誰倒了 喔 他們倒了 蛤 真是受不了 欸 流鼻血了 沒 沒事吧 對 對 對不起喔 為什麼渣渣你要哭呢 渣渣真是個愛哭鬼呢 就像他們說的一樣 那 那個 我 我 我 對不起 小屍 你就受傷了 還是先回家去吧 才不要 因為莎莎你還在哭嘛 這樣會害我被誤會弄哭你的 莎莎你先跟他哭鬼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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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式陰塵 還像恩不輸入什麼的 我完全不會有覺得那種事情喔 莎莎是個溫柔的人 即使稍微有點奇怪 這點也很有趣 我很喜歡喔 不管有什麼壞人在 我都會保護你的 所以 別再哭啦 嘖嘖嘖嘖 欸 為什麼又哭了 我覺得 我應該很了解那個男生的事 他是個愛哭鬼 還不怎麼愛說話 但是人很溫柔 又有點奇怪 而且還提到了止獸鬼 果然這個記憶是 在阿座河村的記憶 你能在 有人受害時 把一切當成是自己的錯嗎 就算不是自己親自動手 我在那個時候就這麼覺得 這 這都是我的錯 實際上任何情況 任何事情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原因都不只有一種 當然那種事情我也知道 但是 要我把錯推給別人 又又再再的活下去 這我沒辦法接受 然後只有自己 繼續背著最右感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恐怖 最後 那份恐懼日漸增加 我才決定趕緊逃離這個村莊 你也一定會和我一樣 弱得同一個下場 因為你把所有的事 都當作是自己的錯 你最好能察覺這個事實 因為你那樣做 你周遭重要的人 都會受傷 這是你的東西 好找到了 找到線索 實用 看起來開始要動了 但是 仍然 卻仍然 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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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不會動 好啊 小左 小左可以出馬了吧 拜託幫個忙 怎麼了大姐姐 真的嗎 總覺得說得太辛苦 走來 怎麼了大姐姐 其實呢 你正在煩惱對吧 我說啊 大姐姐真狡猾 只哭著其他人 都不好好愛惜自己 就只是 都自己一個人努力而已 我覺得大姐姐 將來很多事情 都想成是自己的錯 欸 你到底在害怕什麼 師姿 你怎麼又把地下室 鑰匙擅自拿出來了 對 對不起 可是為什麼不能進去地下室呢 那是因為你還是小孩子 那邊會被紫獸鬼發現的 小孩絕對不可以進去 紫獸鬼 紫獸鬼 為什麼會有這種立下室呢 那是因為啊 師姿 我們家族 是被大家稱為法師大人的家族 為了不讓森林裡任何東西跑進村裡 世世代代都在這邊看守 那 那麼把他打倒的話不就沒事了嗎 巴 爸爸 欸 爸爸跟爺爺能打倒紫獸鬼嗎 打倒紫獸鬼 我剛才在跟他說明為什麼不能進去地下室啊 實質這件事情非常困難 爸爸和爺爺還有其他人 大家都只是普通人 這個是爺爺 喂 閒置 爸你也知道吧 我從來都不喜歡這個身份的這件事情 欸 你這個傢伙真是 紫獸鬼是真的存在喔 那件事情 我是知道的 實質 如果哪天你碰上紫獸鬼的話 而且還被看上的話 紫獸鬼就會無時無刻不停地呼喚追逐著你 其實小孩把他忘了 他也會讓你想起來並把你抓走 如果變成那個樣子 我們會全力保護你 但是不論是爸爸還是爺爺 我們都沒有辦法打倒紫獸鬼 所以你在你還小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進到地下室 也不可以進去森林裡 嗯 我知道了 好 真是個怪孩子 好啦 實質 你今天也要和那個孩子一起玩對吧 他也差不多該過來了吧 只是從今天開始 好像暫時都是雨天 就乖乖待在家裡玩吧 嗯 所以就說不可以進去森林裡啦 不可以喔 嗯 那個 那小獅 有一天也會成為法師大人嗎 啊 因為我是女孩子 所以應該不會吧 比起那個等到長大以後 我想要做些更有趣的工作呢 我的話 我想成為能製作夜光石飾品的人 哇 好棒喔 是製作項鍊之類的嗎 嗯 畢竟茶茶很喜歡漂亮的東西嘛 而且夜光石還能當作護身符 一定很漂亮的 嗯 茶茶 有人打過來找你 因為蠻緊急的 趕快回去吧 我會開車送你回去 趕快過來 爸爸怎麼了 嗯 是是是 乖乖在家裡等著 我在猜應該就是他 就是 須賀他爸媽出事 那天工作回家時遇到土石流 順村裡的人都馬上趕過去救他 但是把泥土挖開 實在太好了時間 他就這樣了 對 不管是那個家還是那個小男孩的事 或是那天的事情 我都知道 這全部真的都是我的記憶 我是在阿座河間那個家長大和出生的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忘記呢 就想不起來重要的事情 大姐姐經常將所有事情來在自己身上 甚至到了有點危險的地步 其實 你是知道的吧 大姐姐你是記得的吧 記得想著要保護誰的那一天 大姐姐就差這麼一點而已 對著大姐姐 最後我想先跟你說 我呢 比起大姐姐對我說對不起 對我說謝謝的時候 我一定是露出更開心的表情 就是你了 小男孩正在哭 難道 難道你是 為什麼一直在哭呢 欸人們你要留在這裡找那個孩子對吧 我先帶著著酒酒店離開這裡 畢竟這裡不能在這個 繼續在生意裡 學化下去 一旦確保著酒酒店安全 我會馬上回來幫人 幫忙救人的 如果找了一陣子還找不到的話 就算酒店回來也好 一定回來喔 太好了 開始不用講話了 好讚 好好好 先存檔先存檔 剛剛一直都沒有什麼機會大存檔 先存 存 好OK 我們今天這一輪呢 這一輪物語飄零之聲呢 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到這裡算是 進了一個 在劇情上來講 有進到一個段落 我覺得還不錯喔 好我們 下一次呢 再繼續接下去 從虛赫這條線出去 去救失之 好不好 沒有問題 好了 那今天呢 這個我們 物語飄零之 物語飄零之聲呢 的這個實況的部分呢 到這裡告一段落 請大家敬請期待 我們下一次 下一次的實況 好不好 大家如果在這個劇情中呢 有發現一些不錯有趣的 也非常歡迎大家留言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一下 到底後面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好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先生小姐不好意思 耽誤你幾秒鐘的時間 如果影片還合您的胃口的話 希望您能幫我們點個讚 留言給我們一些回饋 支持我們 肉肉感謝您 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呢 明天旁邊的超級感謝 跌下去可以讓你一生平安又順遂喔